这个男人往饭盒里 浇上自己研发的神奇汤汁 并送给了自己的女神 女神一吃 立马感觉不对劲 今天的饭菜做的格外的香 你闻闻 这奔长的饭菜 闻起来怎么这么香啊 但这都是男艺神奇汤汁的功劳 能不香吗 火腿干杯 差点要了我命才凑齐这点东西 别说那个年代 想弄到这些稀罕物 还真不是什么容易事 从梁拉蒂家就能看出 一根油条还得分成四份吃 孩子们也都知道母亲的不容易 特意留下了一大碗米汤给母亲喝 梁拉蒂一看 孩子们真是长大了 直到心疼自己 作为母亲 她的心里十分的安慰 孩子们有这份心就够了 妈也吃不了这么多 你们一人替妈吃一口 来来来来 妈要不不吃生日饭 不成四道菜了 妈就是泼出命 也给你弄这四个肉菜 给你过生日 不过现在最要命的还是小女儿的生日饭 厂里因为猪尾巴的事 已经暂缓了会餐的进行 这要是把女儿的生日错过去 那可就惨了 一想到这 梁拉蒂就十分的痛恨 偷了猪尾巴的贼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那根猪尾巴就是他三个儿子偷走的 为的也是给妹妹的生日饭上凑一个菜 不仅如此 他们还在厂里设陷阱抓家贼 但一个多月的时间只抓住一只 不过蚂蚱腿也是肉 这是他们这些当哥哥的 能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可即便这样才凑齐三个菜 这还是算上梁拉蒂的会餐券 但这天 厂里的一则广播 让梁拉蒂又燃起了希望 而且梁拉蒂断定 这根猪尾巴肯定是被难以偷的 这根猪尾巴肯定是被难以偷称的